如果真正有證據 拿出來韓國瑜就一槍斃命了 你們只是一貫的 講說韓國瑜有收不當的政治獻金 第二個你說韓國瑜他是酗酒 你說他喜歡賭博打麻將 抱女人 然後生活不正常 他根本就不認真示證 其實就是要抹黑韓國瑜 就這麼簡單 但是抹黑韓國瑜你沒有證據 你拿證據出來 如果用同樣的標準 我們不要放在別人身上 放在蘇貞昌身上好不好 放在謝長廷身上好不好 放在陳菊身上好不好 請民進黨的朋友 用同樣的要求 同樣提出來的問題 放在這幾個人身上 這幾個人講話也算話嗎 尤其蘇貞昌 他講過好幾次 如果有走路工就退出政壇 在神佛面前 神明面前都敢講說 我不會再去參選 不是一樣嗎 這些人講話都不算話 那你們民進黨的人 從來不會去追的 那陳菊在高雄市 這麼多的問題 這麼多的必案 你們去追過沒有 沒有啊 打韓國瑜 本來就是你們的最高指導目標嘛 你們認為韓國瑜最強啊 韓國瑜才能打敗你們啊 所以你們今天用抹黑的方法 來對韓國瑜啊 韓國瑜是處境非常可憐的 我跟各位講 因為我曾經跟他是同樣的處境 我當時迎回來台北線 民進黨在台北線執政16年 各位 韓國瑜呢超過30年 裡面有多少的人都是你陳菊的人 當時有多少人是蘇貞昌的人 我告訴各位 他講的國家機器的監督 那個根本這個只是小事情 民進黨自己站出來講 你們當初有監督多少 周習偉的事情 你們現在監督多少韓國瑜的事情 大大小小裡面在裡面的人 甚至是事務官公務人員 有多少人提供訊息給你們中央 有沒有 我敢講有 我們下�� 約翌日